M2108系列 好 大家好 我是Frank 大家又見面了 我今天要來為大家介紹就是我們新推出的 2.5G配10G的管理型交換機 就是所謂的M2108系列 那這一台大家應該會覺得有點熟悉啦 因為它其實跟我們之前的M408是很類似的 那最主要的差別就是差別在它的 一般的那個左邊那8個port 我們M408是1G M2108是2.5G 我們已經把它升級升級到全2.5G 那右邊的10G的部分呢 我們這一次是搭配了兩個 但是有兩個規格 一個是全SFP的 另外一個是兩個combo port 我們的這一次的搭配是這樣子 所以這一次就是為大家帶來就是 你可以說是 M408升級款或者是 更高階的 我們這種所謂的管理型 混搭式的 交換機都可以 因為其實 QNAP在混搭式的交換機這個設計上 算是獨樹一個 那我們今天就會先帶大家來看一下 我們會先從 我們的一些硬體 軟體方面的設計 然後再帶大家看一下 因為畢竟這是一台網管型的 交換機 所以我們帶大家看一下 就是說我們會有哪一些功能在上面 那最後當然 我們會帶大家稍微看一下 就是說那如果 你要搭配一些NAS 或者是一些網路周邊的設備的話 我們有哪一些的選擇 好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要開始進入今天的Size 那Size就是 大家就這邊看到我們全新的 QSW-M2108系列 那它是屬於 L2網管型 2.5G搭配 10G的交換機 好 那我們一開始 我們為什麼QNAP會想要去設計這台 交換機呢 因為我們這台交換機主要是會提供給 中小企業 來做一個使用 那 既然 中小企業 他會需要 這種交換機 那代表是什麼呢 因為他們需要 佈件高速的網路 那為什麼需要佈件高速網路呢 其實我們在 之前的直播的時候已經一直有在提到就是 現在的檔案 越來越大 那像比如說影音串流 或者是一些 像比如說影音工作室 他們對於這種網路速度的需求越來越高 那其實不是只有像QNAP我們這種做網通的廠商看到 這一塊 市場 其實 像一些周邊的設備 比如說像這邊我們有看到像主機板廠商 筆電 NAS 都已經推出 所謂的2.5G 甚至有到10G的網路產品 因為這一些 終端設備是使用者會直接使用到的 所以他們會第一個反應出來 那 既然今天 這些終端的設備 都已經有提供這種 高速的網路需求 那 交換機這邊也必須要做一個升級 所以我們才推出了 這一次的M2108系列 那有別於之前的設計 我們這一次把左邊 像畫面上左邊 這8個port 我直接把它升級到 2.5G 一樣 全管理界面 但是 我基本的網速已經拉到2.5G了 所以這是一台 全2.5G的管理型交換機 額外我再附贈兩個 10G port 像這邊 圖上就可以看到 我們這邊有兩個10G port 那這兩個10G port可以怎麼使用呢 我們等一下會帶大家來看一下就是說我們會怎麼設計 這邊先賣個關子 好 那除了說 周邊的設備 網速已經拉高了 所以變成我的交換機也要跟著升級以外 那 中小企業其實在部件 這種所謂的 也不只是交換機 其實中小企業在部件高速網路的時候 他們會碰到哪一些的問題 我們這邊先跟大家稍微歸類 大概有3點 那第1點就是 網速跟不上需求 就是我們剛剛前面已經提到的 周邊設備 網速提高了 軟體 硬體 包含檔案這些 整個的網路需求都已經拉起來了 那 你的交換機 也必須跟著升級 但是 如果還在用舊的 1G的 甚至是更低階的 可能網速根本就不服使用 所以網速 提升變成是 要讓 整個工作效率 這一些 可以把它往上做一個提升的動作 好那再來 畢竟小型企業嘛 那預算 相對就比較有限一點 大家當然都會希望就是說 也不是說花少少的錢 而是說 錢要花在島口上 我花了每一分錢 我都希望得到最好的效益 所以 在升級網路這一塊的話 就必須要在網速跟 預算中間取一個平衡 那QNAP在設計這些 交換機的時候呢 我們會從硬體面 從軟體面 當然也會從價格面 我們會去 抓一個 這樣 我們的客群 可以在 最少的預算底下 得到最好的一個效能 那再來就是 第3個 無專職的網管人員 因為畢竟小型企業 可能 一來他人手也比較不足 二來一樣 就是跟第2個問題一樣 就是 預算可能也比較不夠 那 網管人員變成是 很多是尖子做 可能今天某一位他曾經 對 網路設備比較有操作過的一些經驗呢 那公司可能就拜託他來幫忙操作 幫忙管理這些網路設備 那這會產生什麼問題呢 或許他 曾經有過別的設計經驗 但相對來講還是 經驗沒那麼 充足 所以 在設定上來講 如果今天界面設計的 太難操作 或者是 太不 所謂的使用者 讓使用者很難 很難去操作的話 那就變成是說他就很難去使用這台機器 所以呢我們今天在 QNAV在設計這些 交換機的軟體介面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會從一些 使用者角度去想 就是說今天如果像比如說 客人碰到一些問題 他想要很快的把一些功能設定起來 或者是 他想要做一些基本的管理 他要能很快的找到 那些功能在我們的 設備上的哪些地方 所以 針對網管人員這邊的話呢 我們會從 產品的界面的設計 讓 就算不是 具有高的 這種所謂的網管技術人員呢 也能輕易的操作 所以就是 再更細分一點就是 其實中小企業他們需要的就是 以下這5點 那 網速 他必須要更快的網速 價格 他要能 合理 讓他能在 有限的預算裡面去買到最好效能的一個設備 那再來就是多樣的網速搭配 那這個也算是 QNAP的設計 交換機裡面集中一塊 很核心的技術 就像我們這邊看到我們這台 M2108 我們是2.5G 配10G 這種多樣的網速搭配 因為 可能在一間辦公室裡面 一般的PC 他用2.5G 應該就夠用了 可能就夠用了 但是如果今天他的骨幹網路 或者是他有更高階的NAS 都是到10G的 那他就可以用畫面右邊的 10G port 就可以往上 或者是往下去串連他的 NAS 這種多樣的網速搭配 那當然就是我們剛好提到的 簡易的操作介面 就是 今天如果是 有專業的網管人員的 那可能這個對他們講就影響不大 但是普遍來講 小型企業 這種人才 或是這種人員的配置 會相對比較少一點 所以 簡易的操作介面是很重要的 那當然就是再來 使用的功能 使用的功能 跟剛剛我們講的合理的價格這一塊 其實就是有相關聯的啦 你花一樣的錢 但是我可以買到 真的都是我需要的 符合我這一個 辦公室部件需求的 當然我們今天QNAP也可以做一個 非常多功能的交換機 塞給小型企業 問題是 這樣一來價格就會拉高 再來很多功能其實 小型企業的環境裡面 他根本用不到 那我們為什麼要做一個 讓客人還要花更多的錢 去買一個 他其實很多功能都用不到的機器 所以我們會強調就是說 我們要設計一個 盡量所有的功能都可以讓客人可以使用 然後這個價格又是合理的 這就是 我們QNAP在設計交換機的時候 我們會去呼應 小型企業他們這邊需要的一些 痛點到底是什麼 好那再來就是帶大家開始 從產品面的角度來看 就是我們QNAP會解決 我們剛剛前面提到這些問題 我們QNAP是怎麼去解決的 那像我們剛剛有提到就是網速的部分 那 當然我們 原本的 1G的 一般的RJ45 port 我們現在已經升級到2.5G了 那 10G的部分 也是可以提供 比如說像我們剛剛提到的 骨幹網路啦 或者是穿接 10G NAS的這一邊 因為 現在 10G已經越來越普遍了 我們這邊有舉個例子 因為檔案越來越大 你如果網速不夠快的話 你的傳 光一個傳輸的 時間就消耗了非常的多 像這邊我們就可以看到 如果你是1G跟 10G的傳輸上來講 那個基本上已經 這樣子差到快 10倍的左右 快10倍的時間 那 這個時間可能我們在數面 帳面上來看 可能也覺得好像沒有差太多 但今天 試想一下今天如果 好幾個 像我們這邊舉例的是 50G的檔案如果好幾個50G檔案同時在傳 往那個 時間上來講 落差就非常的明顯 好那我們剛剛前面有提到就是說 那我們要怎麼去 應用這種 多 多混搭式的這種 交換機 其實我們這邊會給大家兩個 應用情境 那 第一個應用情境就是說 像我們現在畫面上看到的 今天可能 這間辦公室呢其實也不大 他可以直接就是從 比如說某一家ISB 他就直接拉一條 網路進來 就直接上 Internet的網路進來 好那拉進來之後呢 因為通常 目前這種 除非你特別去簽啦 不然大部分都還是停在1G左右 那你說1G的 Internet的線路進來之後呢 就接在我們原本的 2.5G port 因為我們的2.5G port 這邊呢其實他會自動去偵測 你現在的網速是多少 你不用特別去設定 他會去偵測 所以像我們這邊 我們畫面上就有看到 好比如說你的Internet先進來之後呢 因為他畢竟他只有一G嘛 那他就是跑1G 但是呢我上面的四部電腦 他們都已經能支援到2.5G了 那你接到我們的交換器之後呢 他就可以跑2.5G 那底下三部 像印表機啦 或者是一些比較舊的電腦 他還是停留在1G的 那就是 原本跑1G 好那這邊就是 一般電腦的 這種搭配 那右邊的部分 因為 辦公室裡面 多少都會有一些 比如說像server 或者是像 我們這邊有看到有NAS 這種做一個中央儲存的一些設備 那這些設備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他們的網速相對會比較高一點 因為他必須要應付大量的檔案傳輸 那這邊我們就可以選擇 接在 10G的 網路口 那我們這邊是用combo port 所以如果你的 這些10G的設備呢 要跑 SFP的介面 或者是你要跑RJ45的介面都可以 這邊全部是 混搭的 就自由的搭配 那 另外一種就是 因為小型企業在選擇辦公室的時候呢 其實 要嘛就是自己去外面 租一間辦公室 那種可能一整層 一整間都是自己的 或者是像一種大樓 商業大樓 那可能就是租一間商業大樓裡面的某一間的room 當作自己的辦公室 那這個情境就是應用在那種 可能租用那種商業大樓 他可能租了某一間的room 那 他的 網路 Internet 就不會是從 ISP那邊過來 可能是從大樓的 某一個機房 拉出來的線路 那通常這種企業大樓呢 他的核心的網路 他一定會裝的 他的網速一定會比較高 因為他是要 SERV整棟大樓的網路 所以呢這個應用就變成是說 我今天 的10G port 我就可以拿來接到 這棟大樓的 的那個 核心的交換機 或者是說今天這一個 中小企業呢 他的辦公室裡面 他可能有 會議室 有 員工的 辦公區 有 其他的 簡報區 什麼之類的 他分成非常的多區 那 其實這種 各區中間的串連呢 也可以想像成就是一個 小型企業的 核心網路 他不一定要到這種 很 很分析這種 L3的這種很大型的 其實只要是中間 在做這種大量傳輸的 我們都可以叫他是 骨幹網路 所以這邊的核心交換機呢 也可以說是 比如說你辦公室裡面 或許是就是你隔壁辦公區的 一台交換機 或者是你底下其他交換機都可以 那因為 畢竟他是所謂的骨幹網路 那 10G這一塊就是 必要的 要不然 你的網速 怎麼在傳檔的時候 會變得非常的慢 好 那既然 我的一條10G 拉去核心網路了 那如果我今天有另外一台 10G的NAS 怎麼辦 接在1G那邊嗎 不用 像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是兩個10G port 一個Switch的10G port 接到Uplink的 核心交換機之後 其實他還 多了一個 10G的網路口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接到NAS 那一樣你是COMBO的 你是 那個RJ45的 你就用COMBO的RJ45口 那如果你是SFP的 你就直接接SFP port 就是讓你自己混搭 所以像這種設計 也是QNAP在想 在試想我們使用者在使用的時候 一個 關鍵點 我們去想說今天 客人可能在買 這台交換機的時候 他早就已經買好 他的NAS 那 你總不能跟客人講說 那你的 我們把我們網路上 網路 那個交換機上面的網路孔 都 都塞滿了 那請你再另外買一台 10G的Switch 就專門設備你的10G NAS 這個非常的不合理 那既然今天我們有這種多網速的搭配就是 我可以用一台機器 去符合 平常一般電腦的 網速比如說 2.5G或1G的 都可以使用 我也可以 符合 10G的這種需求 但是客人就是買一台就夠了 這就是又在呼應我們前面講的 所謂的 就是所謂的高CP值 不管從硬體 軟體 這種網路孔的設計的介面 我們都有想到這一塊 好 那 再來就是帶大家看一下就是 我們剛剛提到的要符合我們中小型企業的基本的擴充需求呢 我們就是推出了這個 M2108的系列 那基本的 8個 那個RJ45的2.5G port 這兩台 兩個規格都有 那只是會差別在就是 10G port的部分 像2S系列它就是兩個 SFP port 那2C就是兩個 COMBO port 那兩台的交換器頻寬都有到 80Gbps 那這邊就是有另外在跟大家提一下 就是說還是會有人覺得就是說 那我今天 用了10G port 那是不是我的 設備就一定要買10G port 我是不是被迫要升級 其實不用 像我們這邊用 以這種 COMBO port RJ45 port的這種的 設計上來講就是說我們今天其實是有向下相容的 今天 雖然說我講的是10G 但是如果客人他真的真的他只想要買5G的NAS 沒關係你接上來他還是可以用 因為這種硬體的設計就是說他會自動去偵測 今天跟他對接的硬體 他的網速是在 什麼位接 他就會把它fix在那邊 就是用那個位接來做傳輸 所以不用擔心說你就是 非得要升級上去不可 如果真的不想升級 就也是可以直接接 好 為什麼 這邊就是在跟大家強調一下就是說為什麼 我們QNAP 一定會在另外設計這種所謂的COMBO port 我們大可就直接設計就兩個 SFP就好了 因為那個也是10G 我為什麼還要另外再設計COMBO 其實這邊就帶大家看一下就是說 今天如果我在設計的交換機的時候 我如果真的就是只追求10G這個規格的話 那當然我 SFP開下去就沒問題了 但是如果你換個角度來想 我今天交換機如果只有SFP port 那是不是代表客人要使用10G port 他就必定得升級他的網路線 他必須要升級到 跟SFP plus 相容的這些線材 那至於這些線材上對來講 在部件上 成本都蠻高的 所以 不是說 我把交換機做出來就好 我還必須要去考量 就是說客人在部件的時候 他會不會有一些 額外的一些成本的開銷 所以我們才會開出另外一個 COMBO port 2C這個系列 那我們的想法就是說 今天 客人如果原本他就是 原本就只有使用所謂的 Netbase 原本CAT5 CAT6這種網路線 那 你就可以直接使用 因為就算你用CAT51 我也至少可以讓他跑到5G 這是硬體的限制 這是線材上的限制 但是如果你用CAT51的話 跑到5G都沒有問題 那如果說你今天用CAT6 55公尺以下 你也要跑到10G也沒有問題 這邊就是整理一個表給大家參考 就是說 如果你要使用原本的這種RJ45的線材 沒問題 只是說你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 包含長度 還有網速的一個部分 但是 比較起來的話 當然如果你已經原本就有SFP Pro 那就沒這個問題 那如果說你現在還是使用這種所謂的 RJ45頭的這一種的話 那就稍微注意一下這個規格 好 再來就是帶大家看一下 我們更細節的一些 硬體的部分 首先帶大家來看一下就是 硬體的規格比較 其實很多地方前面都已經提過了 像M2108我們就是都是 總共有10個port 那有8個 RJ45的2.5G port 跟兩個10G port 那2S系列呢就是兩個 10G的SFP plus 27就是兩個COMBO port SFP plus或者RJ45 那兩個的 Switch bandwidth都是81 那這邊還有另外一個地方就是 FAN的Design的部分 我們2S的系列是沒有風扇的設計 就是會比較安靜 那 2C的部分就是有風扇 但是有風扇就會比較長嗎 不會 我們等一下後面會帶大家看一下 就是說我們就算做了風扇 我們也會讓它非常的安靜 我們等一下後面會帶大家看一下 為什麼我們可以做到這樣 那網路 鋪的配置的部分 這個是 2S的 介面 從左邊看過來的話 就是左邊最左邊那個是一個 所謂的管理副 那中間 8個 2.5G的RJ45 右邊 兩個SFP plus 的網路口 2C的部分 一樣左邊是 Management port管理副 那中間 8個 2.5G RJ45 右邊是 兩個 10G的COMBO port 好 再來就是 其他的硬體 像我們剛剛有講到 2C的部分 我們是有風扇的 但是我們是使用這種所謂的PWM雙珠 軸承的那種風扇 這個光硬體面 運作起來 就會比較安靜 那再來我們會搭配這種大面積的散熱片 就是 今天我散熱片做到就是說 我可以直接就 本身本體的散熱片散熱程度 效果就非常的好 那換句話說就是 我的風扇 其實並不一定要 全速運轉 隨時都全速運轉 那 相對來講我光硬體這一面 我就可以安靜很多 那後面我們還要講到軟體的部分 軟體還可以再把它加扯 那再來就是我們都選擇固態電容 因為固態電容相對來講比較穩定 那也比較 壽密也比較長 那再來就是 配色的部分 到時候如果大家有買到這台的話 或許在畫面上看的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們在設計上來講 我們 除了網路孔 上面就有標示以外 我們在機身的顏色配色上面 我會讓他做一個區隔 區隔出2.5G跟10G的介面 其實就是讓你遠遠的就可以看得出來 2.5G跟10G的 介面到底 分佈在哪邊 那可能 今天可能大家在畫面上 看的不是非常清楚 當大家 拿到10G的時候就看得出來了 而且這種設計呢就是 今天 你這台機器擺在辦公室的桌上 你好像也是你 裝潢的一個部分 我們就是 還包含了美感這邊 配色美感的設計 好 那 講完了硬體 我們接下來就要跟大家介紹軟體的部分 因為其實我們剛剛前面有提到就是說包含軟體的設計 也是要讓使用者很好操作的這一塊 那 QNAP在設計 介面 上來講 一直都秉持 就是說我希望 簡潔 圖像化 就是讓客人 一進到這一頁的時候 就可以很清楚的 看到所有的 Information 然後可以 很快的找到他要去 設定的地方 那再來就是另外一個我們設定的引導 我們在 界面上面呢 今天你進到 比如說像這邊我們右下角這張圖 我們就是設定VLAN的話呢 我右邊就會讓你帶大家就是一步一步 你就照著我們上面的步驟 你就可以把VLAN設定起來 這種設定引導 我們直接做在 界面上 我們就可以讓使用的減少 去網路上Google啦 去 找那些User Guide這個時間 直接就在界面上就可以看到 那再來就是會帶大家看一下 就是 我們 有 設計的一些 功能 那我們剛前面有提到就是 我們都會針對這種小型企業 他真的會使用到的一些功能 我們再放進來 我們不會去做一些 這些 這個市場 他用不太大的功能 放進來 像這邊我們就提到就是 因為 可能今天 企業他 小企業他 客人越來越多 他的部門越切越細 那彼此之間就會有所謂的 不同的部門 那可能中間這些部門他會做一些 網路的一些 管理 就必須要劃分 這種區域網路 那這邊你就可以使用虛擬區域網路 就所謂的VLAN 我們可以把 不同的 區域網路呢 做一個區隔 那當然這種設定的 你必須還是要搭配另外一台Router 那設定好之後呢 就是還可以去 透過Router那邊去做設定 就是我還可以做一些 基本的流量管控 那最重要的是 畢竟 小企業你畢竟還是會有客人來拜訪 那客人來的時候呢 要不要提供他網路 要 但是你會希望客人的 上網跟員工的上網混在一起嗎 通常都不希望 因為最最基本的就是一個 治安的考量 你怎麼能確定 客人帶來的那些設備 是OK的 會不會今天一連上來就把病毒那些帶進來 那就是可以透過這種虛擬區域網路 我可以把工作區 跟來賓區的網路 透過 當然下面會有一台Router 那設定好之後呢 我下面這台Switch 再幫他做分 分出去的動作 我就可以 把它非常明確的切割開來 好 那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剛好提到就是要解決網速這件事情 那解決網速最直接的方式呢 就是我把單一 單一網路孔的 網速把它提升 可是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像比如說今天 我們的一台 NAS 他假設說他可以跑到 20G 假設 可是呢 今天很 現實面上來講 我這台MOE08 我就是 只有到10G 那是不是就我們也只能跟客人講說不好意思你的20G 就只能跑10G 你不能跑20G 那客人會覺得很可惜 那他都已經買了那怎麼辦 我們就可以像使用這種 H 聯合 鏈路聚合 他就用邏輯化的方式 我把兩條 那個 硬體的網路線 把它合在一起的這種概念 就是所謂10加10等於20 那如果像左邊的2.5G加2.5G就變 5G 那當然你加的越多你的那個 整個的網速就可以拉高 我們用這種邏輯方式去串接的話 可以讓客人的網速再往上提升一階 那 可能就會有人問說那我就買一台 那個 更高客人要20G我就買一個40G的交換機給他接就好了 可以啊 價格差非常的多 各位可以去查一下就是如果你要到25G甚至40G的那種交換機 那個價位已經 以我們 QNAP的經驗來講的話那已經不會是小型系列他負擔得起了 那 所以變成是說在小型系列裡面來講 我們就是用這種 用邏輯方式可以讓他 達到另外一種的 網速提升 好那再來就是 這種影音串流的設備 那影音串流這個設備一來是因為QNAP其實有蠻大的一個客群 他們都是在做一些影音串流的一些工作室 所以影音串流的這種 協定監聽協定就相對非常的重要 那再來就是說 也難保就是在辦公室裡面我們會需要一些做一些 比如說影音的一些串流的部分 那就可以透過這個所謂的IGMP Stooping我可以去 監看我所需要的這些影音串流 避免 因為 傳錯或者是多傳了 導致我的頻寬 不夠用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設定來避免這些問題 好那再來另外一個 這個也算是QNAP一個很特別的設計 我們的交換機 可以自己去檢查 韌體的版本 大家有在操作其他家的 交換機的時候 大部分的交換機都是 官方會宣稱 我有一版新版的韌體 下載的連結在這邊 請你下載下來 在自己去交換機上面做設定 那這個會有什麼問題呢 變成是 我必須要先 從一個地方下載下來之後呢 我可能 如果今天我遠端 那好我就遠端點 我去做升級 那如果我沒有遠端呢 我是不是要 人 跑到那邊 然後把接送網路線 再把那包韌體放上去 這個相對講會比較麻煩一點 那當然 QNAP我們有保留了這個手動更新的這個動作 但是我們還有另外就是說 我今天呢 我在介面上面 我就 我不需要等官方通知我 有沒有版本更新 我在介面上我就有一個功能 就是我可以自動去偵測 有沒有新版的介面 新版的韌體 不好意思 新版的韌體 那今天有的話我就可以做升級 我不用等官方 宣布 因為可能有時候官方寄過來的E-mail QNAP寄給你的E-mail 你沒收到 或者是 E-mail address 你壞了 但是如果說今天這台機器上面 他自動就跟你講 反正你就進去點一下 他就跟你講說 我們有新版的韌體 請問你要不要做更新 你就可以很快的知道 有新版本 那我就要來更新 好 那再來就是我們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就算今天只是一個小型企業 那可能他的辦公室裡面會擺多台的交換機 辦公區一台 會一室一台之類的 那既然有這種串聯的需求 變成是說他可能就會有一種loop的風險 那就是可以透過像我們這邊寫的RSTB這種功能 我們不但可以 隨時監控哪一些的 那個網路的流量會比較好以外 我們可以幫他找到最佳路徑的話 而且還可以 避免就是說今天如果說今天 某一台機器如果壞掉了 或者是產生一些不正常的接線的話 會導致那個傳輸上面變亂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透過RSTB這個方式去 避免這些的問題 好那當然功能有非常多啦 但這邊我們就不一 不一一的帶大家看 我們就再帶大家看一下就是一些其他關鍵的功能 像 比如說我們這邊有做所謂的流量控制 我們去監控網路的流量 避免掉包 那再來就是 當然有些網管人員會希望知道 我今天 接到我這台交換機上面的設備是哪一些嘛 那就可以透過LLDP 我們就可以看到今天有哪一些設備接上來 好那再來第三個就是所謂的節能設計 這就是我們剛剛前面有提到的 我們雖然在2C上面我們有做風扇 可是呢 當然硬體方面我們已經做一些設計了 包含用剛剛講的我們一些風扇的設計 散熱片的一些設計 我們還另外 有這種支援所謂的節能設計 我可以去控制這個風扇的轉速 我們不用讓它隨時都要去全速運轉 那當然這個一來節能 二來 可以減少很多的噪音 好那 既然各位都已經買了 M2108這台我們全新的 交換機 那我們就帶大家來看一下就是 那我們有沒有 互相搭配的一些 方案 像這邊 QNAP 在2.5G的NAS這邊 已經有非常完整的產品線 包含給專業人士用的或者是給 數位家庭使用的 這些NAS設備 我們通通都有 那當然 For這種可能 更進階一點企業的 那可能會升級要升級像我們剛才提到的必須升級到10G的 這些我們從企業 For企業用這種2.5G 10G的這種NAS我們也都有 而且這些都是已經內建 那 有的人會說 那我 我其實 我們不一定要用NAS 那我的 或者是說 我的NAS已經有 有10G的 我的 電腦也需要用到10G 那 我們有沒有這種選項 當然也有 我們有這種所謂的PCIE的網絡擴充卡 10G的 5G的 2.5G的 都有 也有不同的PO數 就看 每個使用者的需求 或者是說你今天是想要用USB的方式去 升級 也可以 我們這邊也有 USB的 選擇有不同的網數 甚至我們還有資源到Thunderbolt 就是看 各位 的需求 可以做一個 選擇 所以 QSW M2108 我們這台全新的 全2.5G管理界面 它額外送你 兩個10G port的這個交換機 就會是 各位在 各位小型企業業主 你們在網路部件上一個 最好的選擇 今天就介紹到這邊 謝謝大家 這樣講多久 這樣子 大概30